大家好,我每天争取用一期的时间做一些严肃的思考 天天扯闲篇也没什么劲 牺牲一点点所谓的流量 然后让我们安静的想一想 但是话题还是得要从热点开始 否则的话你都不愿意点击进来 做自媒体就是这么的惨淡 说这个习近平呢,头一回在美国的国会 被美国的一个议员就警告了 说你现在就是已经深投我们白宫了 真的,美国有一个议员说的 他说我以我的生命做担保 我以我的祖父,我以我的父亲,我以我自己 还有我以我的妻子,我以我的孩子的生命的价值做担保 今天的美国白宫已经被这个习主席 被这个共产党完全给渗透了 你们自己去看啊 这个网上有这方面的这个新闻啊 有这样的视频 那无都有我啊 我看见法国这边有一个媒体啊 做了一个报道 我看完了以后也是惊呆了啊 他就讲,他说这个法国电视啊 公开的就批评国民党 台湾的国民党 说台湾的国民党现在是北京的特罗伊的木马 是吧 说这个里面就释放了巨大的这个 利益关系啊 所以有非常庞大的利益在中国 国民党 数兆元的利益在中国 所以整个国民党已经被中共早就控制了 早就绑架了 是吧 所以这个现在国民党在做的很多的事情 都是处在这么一个巨大的这么一个情况啊 哎呀 我就看完了以后一声叹息啊 怪不得国民党现在搞的这么的糟糕啊 所以我看到两个消息 很多人都不理解 国民党当年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的 为什么要跟共产党搞一块呢 是吧 北京的特罗伊木马 他的名字叫国民党 而且北京呢 在这个美国也有特罗伊木马 他的名字叫拜登 真的不骗你 这个话呢 当然是一个热点话题了 也是一个很远意思的话题 但是同时呢 就反映出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啊 我说了 我是一期严肃的节目啊 就是说 为什么共产党他就敢用这样的南京皇到处搞渗透呢 他一定有一个逻辑前提 就是他认为他那一条是对的 你知道吗 我们这个世界上最大的麻烦 为什么这个世界它是个悲惨世界呢 就是每个人都认为这是对的 当习近平 当共产党这样一个流氓组织 他认为自己也是对的 同时他手上又有几个钱的时候 他能消停吗 他不能消停 我之前说过一句 我认为很牛逼的话 任何一个人 一旦你有一定的 拥有一定的能力 你都会作恶 一个知识分子 像我这样的假不假知识分子 我如果我觉得自己很有知识 我一定会用我的知识去作恶的 你一定要记住这个道理 如果一个人有钱 超有钱 他一定会用他的钱来作恶 所以为什么我们说你看像比尔盖茨 像很多个西方的那些财富大脑 都是些坏蛋 真的 他们都在作恶 有些个公司当年创业的时候 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作恶 但是你说好的不作恶 现在也在作恶 为什么 有钱了 有钱了就干大事 所以很多人就中国人他不懂 他听不懂这个话 他觉得比尔盖茨这个人看上去蛮好的 怎么可能作恶呢 我这么告诉你 人有了钱以后 他都会作恶 这个作恶 他体现一个什么面向 就是他想干大事 人只要一想干大事 你就一定会作恶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一个简单的道理 你我之所以到目前为止 没有太多的作恶的这个现象出现 是因为第一我们没能力 第二我们没有机会干大事 一旦你有一天你有知识 你有钱 你有权利 你一定会干大事 你一干大事就作恶 人类社会所有的恶 所有的悲剧 都是有些人想干大事干出来的 你听得懂我这句话吗 我们一定要记住这句话 所以我们生活中 如果你拥有这样的智慧 你就会发现一个人有知识 你要小心他 他会理性自负 他会作恶 用知识作恶 一个人有钱 你要小心他 真的 因为当他作恶的时候 他首先收割的就是你的韭菜 就是你的性命 你的生命 一个人如果有了权利 有了公权利 他一定作恶 我们现在的人呢 对于一个人有了公权利 比如习近平有权了 普京有权了 拜登有权了 他们这些人会作恶 你是听得懂的 因为什么 有权不使嘛 过去作废嘛 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当官呢 当然想干大事 想作恶了 想贪污了 想整人了 所以我们都说权力的诱惑 那隔壁姑娘的诱惑要厉害多了 但是这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一个逻辑前提 就是一个人 他认为他的知识是全对的 一个人他认为他的财富是全对的 一个人他认为他的权力 公权力也是全对的 这是一种什么状态呢 我天天读思想史 天天写了这么多的垃圾 我知道这是人类社会 由来已久的一个学问 叫正义论 真的 所以你一定要记住 我们这个世界 你会发现 普京宣布自己是正义的 是吧 说美国的民主就是一笑话 就是一丑闻 那美国这边的民主党说 普京是一个魔鬼 是一流亡 是一邪恶的华生 是不是 我们美国的民主党是正义的 那美国的国内也是 共和党宣布 民主党是毁灭美国的凶手 那民主党宣布 共和党是破坏美国民主的元凶 是吧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是 别人是错的 是不是 那习近平这样 那个流氓低脾 伟大光荣正确 什么意思 正义论 所以你在网上 你在推特上 你跟别人吵架 你也发现也是同样的情况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 我有知识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 我正确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 我还不错 是不是 我说过一句 非常的牛逼的话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 美不胜收 一个奇丑无比的人 他看自己 他觉得自己挺好看的 因为天天看 看习惯了呀 是吧 就固隐自怜嘛 是不是 真的 这是我们人类的常态 我写过一篇文章 我们一定要思考 什么是正义 一定要思考 正义论是每个人都抢占的一个道德制高点 但是你不抢占也不对 你抢占也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思考 正义因为它是一种传统理性 从古到今 从有人类的第一天开始 正义的话题 就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内心世界 苏格兰启蒙哲学认为 正义是一种情感秩序 你看 每个人都是有情感的 所以每个人都与正义有关 也是一种传统理性 罗马书怎么说的 在没有律法的地方就没有犯罪 上帝启示律法之前 人类是没有终极的正义概念的 是吧 所以当人类有了这个律法书以后 人类就有正义的概念 我们今天是一个 任何一个国家 你会发现没有 任何一个地方都是有法律的 有法律的地方 是一个国家 一个统治阶层 一个公权力的拥有者 他是以法律的名义 宣布他是正义的 是吧 所以这个正义 它就分为两个秩序 一个是人间正义 一个是上帝正义 如果你没有上帝的正义在的话 那你完了 你就追有人间正义 人间正义就是 你认为我是 我认为你是对的 我认为我是对的 你是错的 就构成了人类时候的分寸 所以任何由人自我建构的 所谓的正义论 事实上都是在作恶 这句话一定要记住 我认为 任何自我 由人类自我建构的正义论 事实上都是在作恶 所以我们必须要强调 当我们谈论正义的时候 我们谈论的是上帝的取是 而不是人类的自我正义 不是老科学的正义 不是人工智能的正义 不是比尔盖茨的正义 不是努尔斯的正义 不是马克思的正义 更不是每个人 自以为是的政治正确 这是关于正义的终极传统 在这个意义上 人类社会绝大多数的正义论的 所谓理论都要重新的推敲 尤其是努尔斯的正义论 竟然是建立在个人权力 高于终极之善的正义的 这么一个基础 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理论的构建 到目前为止 西方思想界 对努尔斯的理论 缺乏有效的辩析 更多的人把努尔斯的正义论 分为经典 知识分子靠着努尔斯的理论混饭吃 普罗大众靠着努尔斯的理论 追求一种无边界的 为所欲为的个人自由 个人权利 正义成为我们这一个时代的人 每一个人为非作歹的借口 这才是我们今天的时代的真相 所以我说在这个败坏的时代 我们可以悲怂的说 正义 正义 多少罪恶 假你之名 我想这才是当今时代 整个西方社会 陷入左倾自由意志主义的 主要的原因 当思想家们背离了上帝的律法的秩序 或者说 当思想家们试图挑战上帝的话语的正义的系统 人类社会就陷入大黑暗时的 习近平这样的魔鬼就登堂入世 粉末登场 竟然宣告他也是正义的 何其的荒唐 所以我说上一次的大灾难 主要是由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思潮所推动 下一次大灾难应该就是 挪尔斯的正义论所推动 流氓地痞 沉积抢占道德制高点 上一次的大灾难 每个无产者都变成杀人不眨眼的流氓 那下一次人类社会的大灾难 每一个高呼正义的人都要变成政治绝对正确的假神 你一定要记住 说你看看今天美国的民主党人 看看那些所谓主流的媒体 再看看在大学里面幻想正义的各路的所谓的知识分子教授 他们首先赋予自己无所不在的政治正确 然后依靠谎言来捍卫自己的正确 谎言成为他们的筹码 人类的一点点残存的羞耻感在他们这里荡然无存 可但他们还在要继续制造谎言 他们以为仅仅通过虚假的正义和制造谎言 就可以打败上帝的选民 所以人类社会正在进入一场前所未有的观念大混战 人们为了抢占正义的高地 正在浴血反战 文明之间的冲突 由此惊心动脱 甚至是心风血雨 一个人在这个悲惨世界 到底应该怎样追求幸福的生活 怎样把握正义的旗帜 一直是我们每一个人挥之不去的最重要的思想课 所以我说一个人的心灵要追求自由 而一个人的公共生活要追求正义 而一个人的市场生活要追求效率 但是你的自由一定是属于你的个人权利 你的正义一定是来自于上帝的律法的秩序 你的效率一定是来自于市场的竞争 所以今天的中国自由已经是什么呢 已经低于个人权利 个人权利比自由还大 正义不再是上帝的律法 而是知识分子的自我建构 效率不再是市场竞争 而是政府的计划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 我们看今天的时代 它有三个重大的问题 第一就是个人权利不再受到尊重 第二 上帝信仰不再受到尊重 第三 市场竞争的能力不再受到尊重 这三个东西 你会发现完美的整齐化意的 体现在习近平这样的人事上 所以习近平居然和这个什么 和这个美国的民主党搞在一块 用他的钱财在美国占领白宫 收买拜登在台湾 是不是占领了台湾的立法院 收买台湾的国民党 是吧 你看他们这帮人 民主党人也好 国民党他们缺少什么 他们缺少的就是终极的上帝话语的信念 他们远离这个美国的传统 远离台湾的传统 你要知道台湾过去再怎么差 蒋介石 宋美宁 蒋经国 李登辉 他们都是有基督信仰的 到了马英九这代人就没有了 所以我是非常不看好台湾的未来的 我告诉你啊 所以我告诉你 对于我们华人而言 这样的辩习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话题 又是一个近乎是奢侈的话题 因为我们这些人最稀缺的 就是我们的个人精神生活的自由权利 就是我们不懂信仰的自由 才是终极的自由 一个没有信仰自由的地方 是没有资格讨论自由的 一个不曾理解上帝话语的地方 是没有资格讨论个人权利的 一个丢失基督信仰传统的党派和社会 是没有资格讨论正义的 也就是说 如果今天的美国的民主党人 继续背离上帝的信仰传统 那么随着他们关于自由正义等口号更加想样 他们给美国社会带来的灾难性的影响 也会更加的醒目 这个灾难既是上帝无所不在的惩罚 更是人们的自由选择 每个人都要在这样的大灾难之中哀哭切齿 而且你一定要记住 当美国的民主党人堕落 当台湾的国民党人堕落 这时候你会发现一个更加臭不要脸的 更加作恶无底线的一个流氓党派 就会沉积崛起 这个流氓党派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个流氓地痞就是习近平 所以习近平为什么 他那么充满了自信 他这样的都认为自己是正义的 他是因为他真的看到了美国的传统的正义理念 台湾的这个社会 有老蒋他们建立起来一点残留的正义的理念 正在不断的坍塌 这时候习近平认为自己的时代到了 谢谢